好,同学们,今天咱们来分享的是一个python一个解释器的一个基本使用 包括一个python的一个增强版的一个解释器 叫ipython 那首先我们说这个python 好,我们还是原来的这个环境,好吧 那之前呢,讲这个解释器之前 我们先补充一点上次说的这个东西啊 上次说的我们的webperinv 包括这个自己的环境 那生长环境有可能呢,你肯定不是用root进行操作的是吧 那假如现在呢,我可以看一下 我们呢,现在有普通用户去搞这个虚拟环境 看能不能行 中间还有什么需要配置的地方啊,会很快啊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当前呢,是有这个用户的,对不对 好,当前呢,前提条件是 你是之前呢,我们是在etcprofile里边 比如说.d里边 这里边呢,一个叫做python的 这里边我们已经设置了这个共享库 这样的话就是全局呢,那你所当前 系统下的所有用户都可以用这个python3了 都可以用python3,我们先切换一下用户 su杠,注意一定要写杠啊 说上用户名,shark,好吧 那现在id一下,可以看到 我们是shark这个用户,对不对 好 好,那现在我们直接敲一个python 那它还是2.7,对不对 我们同样敲python2 python3 python3 可以看到3.6.6 它同样能使用,对吧 那么esit退出 那pip3 那-v 同样可以 但是注意了,你现在是普通用户 你用当前系统环境下的pip3呢 它会把这个软件包呢放到这里边 这个软件包只有root有权限的 对不对 你普通用户是没有权限的 不相信我们来测试一下 Install 比如说就叫Jungle是吧 Jungle Jungle呢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库啊 你可以看 前边 它整的肯定好像是安装成功是吧 这些都是什么下载 根本就不是安装 当你下载完之后呢 当你去 去干什么呀 当你去安装的时候 它就告诉你了 权限不够 这里还有一个方法 什么杠杠user这个选项可以指定 检查这个权限 你可以就是你虽然你用这个普通用户去安装了 但是你可以用杠杠user指定一个由权限的用户去操作 去进行操作 那这里呢我们也不这么麻烦了 那个我们直接干什么呀 利用我们之前学的那个虚拟环境 就是你不同类用户可以建立自己的虚拟环境啊 这个怎么建立呢 同样我们再点当前你的加目录下的加目录下的一个BashRC里边 RC里边去配置一下 配置一下啊 在这里呢我已经配置好了 配置呢和之前我们配置的一样 就和root用户下边这些都一样直接拿过来不一样的是这个 比如说你当你这个是肯定是加目录是吧 这两个目录一定要是当前用户呢有可读可写权限的 因为这里边创建虚拟环境的时候 他会在这里创建相对应的虚拟环境的对应的目录啊 我人见那这个呢是针对的我们创建项目的时候呢 项目代码啊项目代码 项目代码放这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需要加一个什么呢 root的时候呢我们上次root的时候并没有加什么 我们直接是在根目录下的那这个呢 我们直接加了一个加目录 当然你也可以放在根目录下 那前提条件是你有用户那当前用户对这个 根用户的根目录下的这个文件夹呢有权限啊有权限 好那这里呢我们直接使用当前目录下好吧 好那这个呢我们打被扣 然后配置完之后一样一样sauce一下 sauce加目录下的.bestrc sauce一下好 sauce之后呢现在呢我们现在 注意我们pip呢 pip我们可以说 可以自定义我们的圆对不对 安装包的圆自定义圆 那同样在里面不同的用户呢 也要创建自己的不同的一个环境 那root就是在自己加目录下创建的.pip文件 文件夹以及pip.conf 那不同的用户都需要创建的啊我们在这里已经创建好了 可以.r 现在我cd肯定是加目录下 然后.r 然后一个pip pip 然后呢pip.conf 这里我已经创建好了 global 全局环境变量 然后index 所以ur 这里写 写什么 这个阿里云 好 值得给你提的是我刚才测试了一下 现在python3.6.6不用配置我们的另外一个选项了 什么那个list的那个列出列出当前board的这个 这个格式这种不用配置了你直接在这直接就是pip pip3这是当前系统环境下 list 这是当前系统环境下列出来 那这个呢你直接不用配置了他直接就给你这样一个格式 这种给你格式化好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呢只需要配置这两行就行 ok那现在这是这个配置 之后呢我们来进行创建mk wetra.env 你sauce之后呢就可以这里我之前sauce过了 如果是没有sauce过第一次sauce 他也会再出了一大堆信息 在你的就加目录下的wetra.env目录下创建好多东西 那现在我已经sauce过了 那么现在来测试 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test2的一个虚拟环境 好现在的创建 至于创建你看是创建是homeshack下边wetra.env wetra.env下去创建了这个东西 对吧啊 我们就是有用到bashrc里边呢 设置这样的一个环境变量 好稍等一下 好现在已经创建好了 那现在并且也切换到这个环境下了 好那现在我们执行python 执行pip吧 python肯定有没有问题的 pip pip3和pip都一样 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软件包 都会那个放到这里边 第三方的包和模块都会放这里边 好那现在跟你说 现在你再去pip3 然后是install the jungle 对吧 这时候呢就可以顺利的下载安装 并且我们呢 阿里原源生效了 看见没有 阿里原源生效了 好生效之后呢 现在已经 现在是下载 安装呢 是不是已经安装了 好这个你看为什么 注意这里边 刚才我们是不是已经下载过了 已经下载过 是针对全局下载了 那其他虚拟环境都可以利用什么 pip的一个缓存 在这里他不用重新下载了 他说现在是使用的缓存 因为刚才我们执行的时候 已经下载过了 所以说他告诉你 现在不是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用了缓存 不用重新去下载了 缓存之后呢 进行安装 好这时候我们就有权限了 这时候安装呢 他会直接安装到我们的虚拟环境下 点 vpermv 加目录下的 点 vpermv 呃 这里边有个test 2的 对吧 在这里去看一下 我们的 我们说在这 label下 我们是在这个目录下的 v 是在这个test label下的 p3.6的这个目录下 cd 然后当前的 这个目录下 好 那现在在这个目录下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应用 有jungle的 jungle jungle这个 信息 好那这个呢 现在就是一个 用普通用户怎么整这个虚拟环境 怎么使用python 好 同样我们呢 退出我们的虚拟环境 bea active 然后这个退出环境了 好 现在呢 我在进入呢 同样是进入了我们普通用户的这个虚拟环境 好我们 用这个环境来 来给你演示 python的解释器 sorry 这个work on的 我们先cd一下吧 回到自己建文路 然后是work on 最后work on 什么呢 有个test tool的 对吧 好 在这里 直接挑一个python 和python3是一样 之前我们说过了 我们直接挑python3 好进入python3 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呢 有一个提示符 三个大约号 这就是python解释器的一个提示符 解释器的一个提示符 你在这里可以挑一个python代码 先告诉你 变量一般怎么定义 比如说我们通常情况下 我们可以定一个变量名 然后等号 等号两边呢 分别有一个空格 这是呢 我们的一个pep8的规范 什么叫pep8呢 pep8就是规定了我们python3 什么样写才更规范 这就是一个规定 默认着行业规矩 我们尽量都去遵守它 好呢 定一个变量 比如说这个变量的值呢 就叫hello hello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给它打印出来 我们print 相当于我们在share环境下的echo一样 至于怎么去用这个变量名呢 你不需要加$ 我们share环境下 是不是直接加$ 我们直接用名字就直接写着就行了 好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输出 这个print是什么 把这个结果会打印到 我们在计算机 这个编程员里都叫 这个print就叫打印啊 都打印到哪呢 我们的终端输出 就是标准的终端输出 也就是什么呢 屏幕里面 也就是屏幕上 也就是屏幕上 好这个功能 print的功能是这样 这个我们通常用来测试 我们通常有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变量 那值是什么 看一个变量的值呢 它的个类型 包括它的值有没有被复值 这个变量有没有被复值等等 我们通常会用print去测试 好那这是呢 首先可以看到 这是输入 在这输入呢 输出呢 就这个输出 前面没有 没有这个提示幅的 OK 现在的python3 现在的python3呢 现在 还有这个功能 就是s. 它支持table键 补权 在这里不支持 因为这里呢 是虚拟环境 它仅仅拿了最基础的 python 解释器的 所依赖的包和库 那这个table键 的功能呢 补权的功能呢 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集成了一个小的模块 所以说 在python3 原来系统上是有的 系统上这个环境上是有的 deactive 好 退出了 退出之后呢 我们我们敲一个python3进入 对吧 我们同样定一个这样有变量 hello 之后呢 在这里 点儿 然后呢 你敲两下 table键 你会看到 这个出现很多信息 对吧 但是满屏一下子给你出来完了 注意看这里啊 那这里呢 就是一个字符串的方法 字符串的方法 比如说 我们可以让这个字符串变成什么呀 大写的 啊 大写的 然后呢 然后加一小块就行了 啊 第一个字母 就会变成大写 啊 第一个字母就会变成大写 OK 那这是呢 其中一个方法 那我后边课程会讲更多的关于字符串的一个方法 啊 比如说怎么 全部让它变成大写 全部让它变成小写 这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啊 up就行了 我现在直接演示一下就行了 好吧 只是为了演示啊 注意 这里边符号都必须是英文的啊 OK 把所有的字符串都变成什么 大写了 好 主要是给你演示这个功能 啊 这个table件的功能 好 那这现在退出 现在退出之后呢 我们讲 另外一个解释器 这个解释器相当功能呢 相当也是一般够用啊 但是平常我们所有的解释器都用于什么调试信息 就是比如说我们简单的一个明令 简单想试验某一个功能 就在这里写 真正写程序呢 还是用我们之前说的那个pytime啊 好那现在要跟你说 这个 这个另外一个python的一个解释器 增强版的 叫做ipython 啊 这种也可以也是一个第三方的包 需要用pip3去安装呢 假如你现在当用在系统当前环境下去安装pip3呢 它只会在当前系统环境下生效 那我们由于我们现在一般情况下是吧 都要求你用虚拟环境 所以我们先切换到虚拟环境下 work on 那我这里现在可以看到有两个虚拟环境是吧 那test2test呢都一样 好 那现在只用test test 好切换到之后呢 你直接去安装就行了 pip3都一样啊 install 名字就叫ipython 啊 直接挑回车 这我安装非常快 英文的用的是本地的园 国内的园啊 好它会下载相应的依赖包 然后给它安装好 好可以看到这里是不是已经安装好了 安装好之后你挑一个 怎么进入ipython呢 直接挑ipython 就进入一个增强版的解释器 可以看到 这是当前用到的python解释器 版本还是3.66 将在环境下 ipython自己的版本是7.0.1 啊 7.0.1 好现在呢 我们control加l 可以同样清平 或者c cl ear 都可以这样清平 好清平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里边呢 它有序号 对不对 啊它有序号 刚才我输入了一个命令 并且清平了 每次输入呢 这是前面有一个i n 这叫in 就是这是输入 这是输入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变量 这个呢 还是hello 好 现在又敲毁一张 没有任何输出 那没有任何输出 没关系 现在呢 并且啊 再一次输入 都这个号 看注意它有这个号啊 在这号 然后呢s. 先说table键 我按一下 按一下table 不用按一下 按一下table之后 你会发现它并没有完全给你 把字符串说可以使用的这个方法 咱们这些都叫方法 字符串方法啊 并没有给你使用完 是吧 并没有给你使用完 并没有给你显示完 那你可以发现这边有个肩脚号 这说明它还有 那怎么看到呢 我们按上下键就可以了 可以选择自动选择哪一个 看见没有 上下键左右键都是ok的 上下左右键都是ok的 往下继续找 是不是都有啊 都有 比如说我们找到我们的 什么 左右上下键都可以找 比如说刚才我们找到我们的upper 啊 啊 是不是在这啊 嗯 选中的敲回车 然后加一个小块 敲回车 就可以输出了 输出呢 它这边可以给你一个输出 out 就这么输出 输出的时候还 有一个中块里边 有一个什么续号 证明是第三行输入的输出 啊 这是第三行输入的输出 好我们可以 这是一个输出计的啊 这输出呢 只要在这里边有out的这个值 我们都可以用另外一个边量 去接收 s2 还有没有 那 注意这个和print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print一下 同样我们可以执行print 这里边 这里边直接 是把结果给你打印到当前的这个终端上了 啊 屏幕上了 那你要那没有out是吧 没有out 那就是它不是输出 而是把输出呢 这是标准的打印到标准的输出上 直接打印到屏幕里边 并不是这个 这个 这个仪式 一个是叫输出 这个其实叫标准的叫做返回值 啊 这个方法呢 也叫做一个函数 那随着课程的 深入呢 你会慢慢理解这个东西 好吧 那这个 就是一个 table件的不同 最重要还有一个不同 什么意思呢 什么不同呢 来 最重要还有一个不同 是什么呢 他在这里边 可以直接执行我们的 Linux的一个share的命令 啊 执行的方法 直接你敲ls也行 啊 pwd可以看着当前目录对吧 啊 然后还有一个 你要 比如说IP A 这种就不行了 啊怎么样才行呢 标准的用法是这样 前边加一个感叹号 加一个感叹号 你看 就可以执行了 对不对 可以执行了 那 这是执行系统命令 所有的系统命令 比如说 ls 比如ls 呃 看看 加目录 呃 加目录 当前目录 加目录应该也有 但是我们需要加一个 参数啊 应该是一个隐藏的文件 这是不是都有啊 bash rc 什么bash的这些都有 对吧 哎 这些都有 好那现在呢 这是执行系统命令 那还有一个可以运行我们的 直接运行我们的脚本 脚本 比如说我们现在执行系统命令 vi肯定不行了 必须什么呢 加一个感叹号 记得 vi 感叹号 比如说这里 t py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print 一个 那么打印终端一个值 比如说还是 阿楼 啊 阿楼 好那现在呢 来 保存退出 怎么运行它呢 百分号run 就行了 空格 敲一下指定一下路径 这里支持相对路径或者绝对径 目楼下的我们shark 然后t.py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打印啊 OK 那这是呢 iPad4的一个简单使用 我们后期呢 最多了还是 在 pycham里边去开发一些程序啊 那这里呢 只是做为什么呢 做一个调试信息 啊 调试信息 调试的时候 就是你 比如说我们检查一些 啊 我们简单一些短小的一个逻辑代码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进行调试啊 检查问题 OK 那这就是iPad4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使用的 更多功能呢 我们会 如果假如以后用到的话 我们再提到 其实 在生产环境我们用的最多也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主要的开发环境还是用pycham OK 好 那这次课程呢 就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 那下次呢 我们就讲我们的正课了 比如说我们的python的一个变量 好